主席 我先請教張部長 張部長 張部長 這個 我們就不再談飛機的事情 但是昨天你有提到 你有一些還沒有 用的工具對促進這個 推動這個經濟動能這個 一些方案 包括長照相關你昨天提到三個項目 九百多億 你是不是說 今天有時間說得清楚一點 委員講的是 不是針對股市 不必 你在財政部 財經部會 事實上很多委員談到財政部只有稅率 不止的 政策工具不是就那個 我們有 是不是減要一點 是有關稅的 直接的 然後有國庫的操作 有國有財產 土地的相關的國有財產的問題 對 我昨天特別聽到 有九百多億的 好像這樣的一個政策工具 包括你提到相關的長照 是稅方面的 減免嗎 有關長照部分是和這個什麼關係 長照是政府要做 但是可能沒有預算做 請民間來做 你是指相關的受險公司 相關的法令的調整 你所指的是這個部分 另外我特別看到 你這個裡面有講到這個 這個中小企業 非中小企業的專業融資 以及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話 大家經常在抱怨 融資困難和大企業 相較於融資困難 你有哪些方案可以協助中小企業 其實中小企業的融資 事實上經濟部也有個中小企業 對 也有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但是就我們公股銀行 在協助中小企業的貸款 我們中小企業銀行是專門 專業銀行 大概今年度會有多少 有沒有匡列多少 是專門協助中小企業的 中小企業所碰到的困難 他們反映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你怎麼解決 當然最大的困難 就是他財務的狀況沒有很好 財務報表不完整 那不曉得要怎麼樣 如果只是報表還簡單 這是可以輔導 可以輔導 但是他就是 我就是現在困難 經濟情勢不好 所以我只是困難 你有什麼哪些事 更加容易來貸款的方案 還是協助 對 這個其實可以跟中小企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跟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合作 輔導他們 怎麼樣 因為要跟銀行打交道 那我想請教 去年總共貸給中小企業多少錢 這個金額 這請相關的那個中小企業銀行 還是相關的這個部門 統計一下 等一下說明一下 另外就是說 公股銀行有關幾個 產業 最正所謂的四大產業 七產的產 這個待账的狀況 還是放款的狀況 目前怎麼樣 我們幾個公股銀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法委員 所以這就是 放款預約多少 這個可能也是要統計 因為 待账 因為他們都在陸續在打 目前是這樣 101年 我想部長 你至少應該抓一個大概 好不好 這幾個放款預約 就是LCD LED DM 還有太陽等產業 多少 你的幕僚已經給你了嗎 幕僚還沒有來 7200多億 7000多億 就是四大產業 合起來是7000多億 101年 100年是7600 就是7700億 我想因為這個動作是幾千例 那 像說100年準備的 背底待账餘額 就527億 所以 這樣的一個風險怎麼分散 對於我們公股銀行的體質非常重要 我是不是能夠請趙峰 來做一個例子好不好 來協助部長 趙峰銀行董事長 來 小檔 針對這四大產業 累積今天 今天 我們趙峰銀行放款總共多少 四大產業 我們這個 我 從來不用四大產類 沒有關係 我就是具體 為了讓你容易回答 不然你如果沒有LCD LCD 差不多多少 多少差五億 差兩百多億 兩百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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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五十幾億 五十幾億 DM DM 六十幾億 OK 所以你覺得這些東西 最壞的狀況 你會變成代帳 大家多少 最壞的是DLM 我們對DLM有問題的公司 有些100%提準 有些50%提準 所以我們論了未來 趙峰銀行對這個產業 受到的影響不大 謝謝你 請回座 謝謝委員 那部長 這個趙峰是這樣一刻幹 因為沒有時間 我想這個部分 怎麼樣的風險分散 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好不好 好謝謝 那部長請回座 要不要 就剛剛那個中小企業 9月底 中小企業貸款 就 三兆 那是累積 累積的 9月底 去年一年 因為這個整個存量 沒有辦法看出那個流量 這個統計可能要比較細 這個部分 去年還有未來今年 預計怎麼樣 希望輸出能夠提供給本席 好不好 謝謝你 那主席是不是 我請那個陳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 嚴正這個事情 已經很多人在問了 你認為就一個謝青 謝青娘一個人嗎 你說這個個案 就他一個人嗎 不 這個我不能這樣 這一群人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這個案子 已經移送地檢署了 已經移送了 所以這個部分 儘管會 包括嚴正 是不是本來有沒有 被列為警示庫 嚴正這個部分 在這個 櫃滿那邊的話 其他都有他的制度 所以他才會移送 是在這個發生之後 對對對 這個有沒有詐欺的行 的嫌疑性 以你的法律專業 這套用人頭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詐欺的 這是這樣 在證券交易法上面 他有一些炒作烘台的問題 然後另外的話 大概還有一些 如果說牽涉到這個個案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背信 這些問題 所以這都是個檢調去處理 那我們其實就移給檢調 這樣子 那是貴買中心主動發現的 我想 主委 你這方面的法律專業 我想就是說 如果太看清這個案子 對整個系統風險的管控 可能不利 我們希望你繼續加強這個事情的追蹤 絕對不是一個個人 不可能 再來就是要請教 你說這個 陳院長本身也做過經管會嘛 主委嘛 我想對於這個方面 金融它是特別的專業和擅長 所以希望在整個定期動能推升方案裡面 應該對你們期許也很深 在跨這樣的一個主機處總處的一個統計 我們金融產業的貢獻 是每況一下 不會吧 我們今年的獲利是要創新高 金融保險 第一季是1.14 第二季負得0.45 第三季負得1.5 我在收集就這樣 和各大的這個 所以建築今天的這個相關的財新報紙 銀行業的獲利是要創新高 那可能我們再去深入了解 所以我們這整個行業目前狀況是不錯 我還是覺得矛盾 看你的年終獎金應該是很多高貴 但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那就主機總處的這個數字 可能 我們去了解一下會不會是因為某些產業 他那個 跟那個 會不會是 我不希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求 會後補送這個相關 和其他行業的比較 是是 我希望在下一次會議之前 我能夠和你研究這件事情 是是是 另外就是中國的 這個 郭樹清 證監會的主委 郭樹清 是不是最近和你見了面 那個是 今年5月的事 今年5月嘛 今年5月對 所以有關他是不是希望我們的 相關的退休的這樣的一個四大基金 能夠進入中國的市場 他是這樣子啦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個 我們的資金喔 那個 大陸是有個叫做QV 就是說這個專業投資機構可以進入大陸 那現在給我們的額度呢 現在是幾個 整個八 八家啦 但是真正給我們額度是六家啦 那一家都是一億啦 那基本上面 國內的業界是希望說能夠多一些 經驗代表 經驗代表 國內的資金能夠多一些過去 大概這樣 所以呢這基本上就是說 希望說對我們的專業投資機構 這部分呢能夠有機會讓他們有多一些額度 是這樣 即使我們在推動金融證券業的透明化機制 包括設立貴會 這個 在國際上 當然是越來的 越受到信賴 還是發生了這個謝千良這個事件 那中國大陸的這個股市的健全性啊 我相信距離我們一定還是有一段距離 我是提醒 那麼進行 開創這個中國大陸的業務 還要注意的風險 我們這樣子 我們的態度是這樣子 其實齁 應該這麼講 我們對於這個各項的資產的管理 投資齁 就是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找他可以獲利的機會啦 那時候我們不一定把它限制做某一個市場就不可以 我知道 但是專業者他自己會評估他的風險 我知道 那麼這個部分和這個相關齁 你要擴大辦理外匯業務由外匯指定營 擴大到一般的機構 包括哪些機構 他這個是院長只有指示說 希望說看喔 像這些證券機構或大型的保險機構 看有沒有機會啦 不過這個是中央院行這邊他會去評估 什麼時候會決定 這個中央院行這邊他會有一個規定 因為你所講的這些方案 很多的齁 都抽象 都沒有一個具體的達成的日期 有有有有有 沒有再問一下 推動活動金融活動的稅制 哪些稅你舉兩個 因為齁這樣子 稅制是吧 有啦剛剛講 譬如說那個什麼 那個期貨 那個交易稅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看財政部跟財政部談一談 那另外剛剛就是造勢者齁 他那個就是稅率啊 是不是能夠稍微降一下 這個事情 你的完成的期程目標 自己是什麼時候 那剛剛 剛剛那個 廢委 趙經理特別指示說 看能不能在月中的時候 就一個明確的這種方向 另外其他的案子 我們希望說在年底之前 跟財政部有一個方向出來啦 我們會跟財政部積極來溝通 因為 我 我想好了月中我就來等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金融商品的開放 我這邊寫的信 金融商品的開放齁 這個我們會配合那個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建立 就會做了 這基地都非常明顯 要向其他的機構 要不然間接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才要你再度明確的話 但是我們這就全力在做啦 那金融機構大家都了解 我知道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